今天要对大家来看到的是民进党的部分 前行政长赖清德启动浮雪 与蔡总统之间的蔡赖配 氛围是逐渐的成型 虽然说还没有正式的宣布 但是赖清德一改先前低调的态度 重新的掌握了话语权 而且镜头首度开炮 就是对准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因为赖清德之前曾经夸奖过韩国瑜 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 而经过了这段时间 赖清德认为说韩国瑜还是奇才 但是这个奇已经变成了奇怪的奇 更加码批评韩国瑜 在两场选举上表现落差太大了 3 2 1 出席新书发表会赖清德亲自到场 要挺民进党国会战将吴思瑶拼连任 他的咨询的内容的前章 可以作为国家的政策 吴思瑶是100位表现第一 赖清德启动辅选要成为民进党的第二只母鸡 全力拉台立委选情 虽然要不要蔡赖配还没说死 但赖清德对来营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评价 选前选后天差地别 他是百年难得一见政治的奇才 还是奇才 我之前的奇是奇特 现在是奇怪 从奇特的奇变成奇怪的奇 赖清德第一时间没有多做解释 下午的行程又被问到这件事 赖清德在加码批函 那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主要是因为他两场选举表现落差太大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觉 一种奇才 两种解释 赖清德对韩国瑜从九合一大选时的高评价 到韩国瑜代表莱茵参选总统后 反而成了负评 曾经惺惺相齐的赖韩两人 随着选战脚步逼近 关系也起了微妙变化 记者 林森杰 萧维生 特别报道